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得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AIT的主席羅森伯格再度來台灣訪問 他預告會讓台灣各黨的總統參選人來見面 還強調美國不會在大選的時候選邊站 所以有人就認為這是美國想多了解這些參選人的動作 也有人說這在面試 因為也許有的參選人沒有能力去美國 或者是因為語言各方面的能力沒有辦法去美國 不過我們看到賴慶德 侯友宜 柯文哲 誰會被美方認可呢 也許這個認可是隱性 應該不太可能是顯性的吧 大家也都在猜 大家都在問 不過最新的民調已經顯示了侯友宜的支持度 依然沒有起色 結果還是讓國民黨黨內劈劈劈 侯友宜不僅黨內的整合出了問題 市政也因為忙著參選總統而做得不好 新北市爆發了幼兒園 竟然小朋友被餵食安眠藥的這個風波 市府拖了二十二天才有動作 二十二天耶 各位觀眾朋友 你會不會覺得太離譜了呢 侯友宜接下來還能怎麼選 還能做什麼動作呢 要採取攻擊嗎 還是繼續防禦 也許攻擊的策略 那他一貫的做法就是炮打中央 什麼事就推給中央 然後呢 中央民進黨執政 然後藉這個機會來做不正當連結 轉給民進黨 這樣子就可以挽救民調嗎 我們會深度的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新北市議員 蔡冠廷 冠廷 國永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臺灣醫師法律協會的執行長 我們羅俊軒 羅醫師 永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民進黨的發言人 先配分 配分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自身媒體人 邱明玉 明玉 永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臺北市議員 張委員 委員 國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雅太軍縣協會秘書長 王智慎 智慎 大家好 羅森伯格來臺灣 歡迎兩個月 馬上就來 第二次 大家都在看 怎麼一回事 看個相關報導 4月才剛結束訪台行程的AIT主席 羅森伯格 時隔不到兩個月 再度來臺 台灣是一個價值的朋友 和總統主席 提示了一個重要的交易伴侶 而是重要的在維持平衡和穩健 上回他不只禁見 總統蔡英文也跟副總統賴清德見面 這次同樣停留6天 更有重要任務在身 除了到立法院拜會我國政府高層及相關部會外 也將跟臺灣的2024各黨總統參選人見面 還說無論臺灣民眾選出哪位領導人 美國都會繼續合作維持強健的關係 更強調美國不會在台灣的大選選邊站 這個議題並不是在於會不會接觸不同的參選人 這議題而是在於說美國基於他的國家利益 會跟理念相近的相關的政黨或參選人保持更密切的合作 畢竟今年來美中關係緊張 臺海局勢升溫 臺灣的總統參選人立場及政策 美方勢必密切關注 訪美不只被臺灣各黨的總統參選人視為必考 更是加分題 但是賴清德因為副總統身份敏感 恐怕無法踏進華府 選在跟華府只有一橋之隔的AIT華盛頓總部 會晤美國行政部門官員也是可能的選項 而臺美最高安全會議蒙特瑞會談 7月將在美國登場 臺灣將由國王會秘書長顧立雄領軍 率領國防部戰規司高階將領 救臺海的安全 軍售軍援等跟美方交換意見 美台關係持續升溫 臺灣總統大選美方也高度關注 我們來看一下AIT主席訪臺 表明美國不會選邊站 將與各黨的總統參選人會面 有人說這也許是代表美國來面試 美國對臺灣公平自由的選舉 深具信心 不會在臺灣大選的時候選邊站 無論臺灣民眾選誰 美國都會與他合作 維持美台強健的關係 也反對外部對臺灣選舉的干預 美國保持中立 藍營說去除偏向執政黨 疑慮綠營的一個解讀 我們再看看綠營解讀什麼 每項對岸就是中國喊話 你不要想干預臺灣的選舉 因為美國都保持中立 再看看羅盛伯格怎麼講 美國自力建立更多包括臺灣的夥伴關係 這個很重要 我們再看共建挑釁美建 顯擦鄉走火 AIT主席這個時候來了 他也講說美國將繼續自由航行 我們看一下羅盛伯格說 維持臺海穩定符合美國深刻長久的利益 美國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 執行自由航行和飛越 這也是一貫做法 相信這有助於維持臺海的穩定 因為大家知道自由航行跟自由的飛越 這是1958年相關的公海公約裡面所規定的 這個公約航行的自由被1982年的聯絡國海洋法公約給繼承了 雖然說1982年聯絡國海洋法公約裡面 有規定了所謂的專屬經濟海域等等 但是飛越自由跟航行自由仍然是被繼承過來的 這個我借這個機會 國際法的關係讓大家了解 我們再看共軍基建一週兩度近距離的挑釁 美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主席 他怎麼講 他說中國的威脅美國應該強硬回擊 中國基建近距離挑釁美軍 白宮說不安全不專業不可接受 再給大家看一個新聞 美國國務院亞太住卿康達與國安官員訪問中國 討論雙邊的關鍵議題 這關鍵議題是什麼呢 大家都在問 這時候羅盛伯格他就講了 康達訪問中國是為了管理美中競爭關係避免衝突升高 美國亞太住卿康達附中 專家說為更高層的接觸來鋪路 環球時報怎麼講 哦這是中國的他們解放軍的有報 他說康達訪金職業級的作秀 別指望有突破性表現 所以換句話講 其實中國很希望跟美國談 也希望能夠軟一點 可是他們的外圍組織仍然用這麼硬的態度 所以看到這裡的時候 智慎怎麼來解讀 是我先從這個羅盛伯格來到臺灣這件事情來看 他當然大家會最關注一件事情 他先講說他來基本上跟各陣營的候選人見面 然後不會選邊站 當然我覺得這當然聽在藍營裡面 人家心裡面很爽 就覺得說你看果然就破除了 要這個偏除執政黨的疑慮 可是我們用一個比較美台關係 當然是對等關係 但是用一個稍微有點這種上下關係來看 現在來看羅盛伯格不要忘了 他四月份才來過 他說他剛剛上任不久 他來過一次不到兩個月 為什麼又這樣子瘋成仆仆的來到臺灣 第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現在二零二四總統大選的 三組總統候選人基本底定 那賴清德預期的時間內 應該是有出訪的行程 應該是碰到 而且過去四年還在任副總統期間 一定跟美國有很多互鬥 那我相信作為原來白宮國安會 執政主任的那個羅盛伯格 他本來就很清楚賴清德 以及整個民進黨政府的政策 柯文哲上個月才去也碰過了 所以柯文哲現在根本還不在臺灣 所以他很清楚對象是誰 最重要的對象就是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不曉得什麼時候才會去美國 甚至講得誇張一點 他是自己去 還是要拿著朱立倫帶著他當這個幫朱立倫帶擋 擋箭牌帶他一起去 這通通都還是未知之術 可是對美國來講 你用面試來講也可以 但是你用各覺的 他現在就需要知道你國民黨 侯友宜的兩岸政策態度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當大家都在問你侯友宜 九二共識的立場的時候 問你這個兩岸政策 態度立場 你全部模糊一概不回答的狀況之下 不要講臺灣的民眾急 美國也想清清楚的知道 乾脆直接來面對面 你講中文也沒關係 就要講清楚說明白 那這個狀況 你說是面試還是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對於國民黨候選人的兩岸政策 他是有急著有急迫性想要了解 這個了解 當然不是選邊站的問題 美國當然知道說 他沒有要特別選邊站 但是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利益 他還是要知道哪一個候選人 未來在互動的時候 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這個選邊站沒有關係 他當然不會公開講說 我支持哪一個 這當然是臺灣內政問題 但是他讓他知道哪個候選人 最符合利益的時候 他心裡面有把握 知道以後的美中台關係 該怎麼互動 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你說羅盛伯格會不會當面 跟這次要見到的各政黨的參選人講說 我美國在兩岸的態度是什麼 在對台的態度是什麼 我希望你在兩岸上面 為過去的美台關係上面的立場跟態度是什麼 會不會表達美國既定的立場跟態度 一定會 那這個時候你各政黨的候選人 包括侯友宜 當聽到美國的立場跟態度 就舉個例子就好了 譬如說美國希望跟臺灣有更精密的軍事合作 軍購來強化臺灣的安全的時候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你國民黨接不接受 你國民黨贊不贊成這樣的立場 這些東西都是很清楚的訊息 訊息傳遞 羅盛伯格這次來 你看兩個不到兩個月就來 那我覺得很大原因是因為 大概總統候選人的這個所謂的 已經塵埃底定 必須一方面要傳遞清虛的訊息過去 二方面他希望當面看到這些清虛的訊息過來 這兩個東西 其實你說是面試也好 是考驗也好 其實壓力最大的 我覺得還是露在侯友宜身上 因為戴清德的態度 立場非常清楚 講得很完整了 柯文哲到底講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柯文哲這次去美國 四月份去美國的時候是有碰到面的 所以就讀缺你一腳 所以我覺得藍英的朋友不用太高興說 你看美國沒有選邊站 沒有錯 但是他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態度跟立場 你不能再像謀騙台灣民眾到現在 蒙糊以對來對待美國 我們也希望看到你講完美國之後 你也跟臺灣民眾清楚的說 九二共識 你的這個侯友宜是什麼態度 你對兩岸定位 你侯友宜是什麼態度 你對於美臺關係 未來進一步的發展跟深化 你侯友宜是什麼態度 這些東西大家都想知道 所以所謂的等軍外交在這裡 你要不要選邊站 要問國民黨這句話 那當然我想柯文哲他已經知道要怎麼做 但是他會怎麼回答呢 大家也都在看 所以這個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時刻 臺灣你能選邊站嗎 你所有的武器要抵抗中國的都是美國系統 都是歐洲系統 我們的幻象 法國的 其他都是美國的 你怎麼處理呢 所以我們看到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冠庭怎麼來解讀羅森博格 兩個月內馬上又來 四月十八羅森博格來 這一次五月五號來 這麼短的時間訪臺 一定有他目的 依照現有的資訊 他來處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他告訴大家說 美國不會在臺灣大學選邊站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的聲明 但是其實歷屆以來 美國也不會選邊站嘛 但第二點我覺得更有趣 而且更值得大家討論 第二點他在說 美國不會選邊站之後的下一句講 反對外部對臺灣選舉的干預 這句話重點 這對誰講 這對中國講嘛 我美國不會選邊站 你中國在過去幾次的臺灣選舉 有意無意 甚至透過各種不同訊息 有沒有影響臺灣選舉 以臺灣人的觀點來講 事實是有的嘛 那美國這時候出來講說 他反對外部對臺灣選舉的干預 第三件事情就是 他要跟臺灣各個陣營的總統候選人 更多互動 平衡接觸 了解各陣營對當前情勢的看法 剛剛志成老師講的很對啊 其實我說真的 以美國我們的了解 跟柯文哲在過去幾年 多少有點互動 賴清的副總統 當然很多互動 其實對於他整個立場 跟他的面容 最不清晰的 其實就是侯友宜 我先講有一題是必考題 美國現在說要這一次 這一次羅森博克來講說 繼續自由航行 這個就是他到時候見侯友宜 見賴清德 見柯文哲 必問的問題嘛 這兩天我們看到臺灣海峽 在國際的海域上面 導播我們看這邊 美國的軍艦 那個中雲號 跟加拿大軍艦蒙特羅號 在游南往北航行的時候 突然共艦就有如馬路的三寶一樣 紅燈要右轉一樣 直接鬼之神接切過來 差150碼 等於137空尺 就要撞上美國軍艦 這對於美國來講是重大挑釁 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說羅森博克跟侯友宜見面 一定會問 因為中國國民黨跟侯友宜陣營到現在為止 沒有對外譴責中國共產黨 共軍在臺灣海峽 對於人家自由航行權的挑釁 而這件事情你看美國 不管是白宮 還是說他們國務院 對外其實都是表達強烈的抗議 欸 你怎麼會把臺灣海峽 當成是你中國的內海 所以我認為羅森博克這一趟來 除了處理剛剛講的 就是不會在臺灣大選邊站 反對外部對臺灣選舉干預以外 我認為他也是要確認 當前各個情勢 就是臺灣的三個候選人的看法 而當前情勢對於美方來講 最重視跟最迫切的 這樣子的一個自由航行的權利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當然是軍售嘛 羅森博克其實他才剛剛來 可是他的訊息已經講很清楚了 因為臺灣人很多 尤其是關心軍售的人 尤其是國民黨前陣在操作 說美國不是對臺灣很好嗎 怎麼軍售還延宕了 羅森博克也把握這次的機會啊 講說美國政府積極審查流程 可是他確保一件事情 我們的軍售品項能夠及早送到買家手上 尤其他特別強調 尤其是臺灣要買的軍售的武器 那我覺得也再次的強調說 美國會協助臺灣的國防 在軍售部分能夠確保在全世界都缺乏 全世界都脫原狀況底下 臺灣可以盡早地拿到 所以大家看到AIT主席直接講了 美國將繼續自由航行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向各位觀眾朋友們報告 自由航行的權利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公海公約 一九五八年有四個有關海洋的公約 當時一九五八年這個公約 臺灣那時候中華民國是有簽署有加入的 所以大家了解 後來當然一九八二年的聯絡過海航法公約 繼承了一些當然有一些改變了 譬如說捕魚公約 捕魚公約當然都被改變了 因為現在有專屬經濟海域等等的問題 當然有大陸交成公約 這個也產生了一些相關的不一樣的 因為他可能會自然延伸 有相當的距離 不可以超過三百五十海里等等相關 我要提的就是說 其實我講的這一些 我不知道如果羅生博就問下去 讀政治的人都應該要知道 但是如果問下去 那個侯友宜知道嗎 如果一問他就垮掉了 人家會不會講說 哇 你要當總統連這個都不知道 這麼草包嗎 人家一問那事情可就大條 所以佩芬 這好算哦 對啊 問到侯友宜 羅森伯格問他說 你對現在的情勢怎麼看法 他大概說好好做事吧 好好做事 英文怎麼翻譯 I'll do my job well 我覺得這個暢次其實羅森伯格 羅森伯格在上任之後 就是來過台灣 其實上一次我跟他還有羅智政委員 我們三個有一個早餐會 然後後來他其實上一次就見過 賴清德副總統 所以他其實對於賴清德副總統 非常非常多認識嘛 先不用說我們剛才就講到說 他原本在國安會 然後賴副總統他每天在接待 很多的美國的訪兵等等的 原本就有很多交流 那甚至柯文哲上一次去美國 一訪就訪三個禮拜的中間 也有去跟羅森伯格來見過面 可是就是只剩侯友宜 就是一個迷這樣的一個人物 所以美國當然其實很多之前 包括藍營的立委自己都有說 在跟美國的智庫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說國民黨可能提名侯友宜 然後當時美國事故 就大家面面相去說誰 就是不認識 甚至說國民黨的駐美代表處 在朱立倫重新開啟之後 其實他們的駐美代表 對於美國第一方面的 這個很多的宣傳 也都是在宣傳朱立倫 所以其實他們並沒有特別 在介紹侯友宜 所以美方對侯友宜是非常不清楚的 但其實就是你看侯友宜 他在很多新聞上 公開的時候的表述 問他九二共識 他問東達西 老半天不講說他到底接受不接受 所以羅森博格當然這一次來 就是除了見其他人以外 也需要搞清楚說 侯友宜你現在的態度是怎麼樣 你現在態度是跟我們美國 加拿大一樣 你看我們現在美加一起航行 經過這個台灣海峽 還是說你是靠向中共呢 其實不只是說美國加拿大 現在這樣子的航行 經過台灣海峽 而且是兩個一起 尤其美國當然是他通常 一個月會一次 加拿大跟他聯合的經過 其實就已經表明了很多 甚至包括德國 過去德國其實是跟中國非常好的 因為中國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所以德國其實在對中國上 其實算是對歐洲國家裡面比較 算是比較輕重 至少對中國是比較親近的 但是德國的這個國防部長 這一次在這個香格里拉的對話上面 他都已經講到明年的時候 他要派兩艘軍艦來 一艘是這個巡防艦 一艘是補給船 來到這個印太地區 那上一次派來的時候 是二零二一年 那個時候派了一艘的巡防艦 到印太地區 這對於德國過去這個二十年 幾乎是前所未見 德國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 因為一方面他們經濟部 其實去年就已經發現說 對中國不應該再繼續 那麼天真了 他們的外交部也開始在擬定 對中國的政策了 甚至他們的教育部部長 第一次有部長級的人來到臺灣 其實這些改變 都是國際局勢在變化 所以再一次問侯友宜 如果問他說 請問一下 你知道現在香格里拉會談 大家在談什麼 美中大家關心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對他來講 真的是有點太難了 也難怪說之前傳輸 他要去訪美的時候 朱立倫要當保母 要當書童陪同他一起去 畢竟之前侯友宜 在市議會裡面的時候 被問到G7是哪一些國家 那一法三公報是什麼 他都是一問三不知 我覺得這一次 如果說他 我覺得他避不開羅森伯格 之前很多美國的高階的 或者是就是退休的 包括說前國安顧問來臺灣的時候 聽說都是想要去拜訪侯友宜 但是侯友宜好像都是推掉 或至少看起來好像沒有見到面 但這一次他已經避不開 羅森伯格 羅森伯格已經公開的這個邀請了 他如果再不好好的做好準備 那真的不只是臺灣人 不只是新北市人 只是看破他的手腳 包括美國人也會知道 他真的是空心菜 所以看到了印太策略 現在是美國相當重要的一個對亞太地區的一個戰略 那當然印太戰略大家知道是由澳洲發動的 注意喔 很少說一個國際性的這一種策略是由不是美國發動的 是由其他國家發動很少 然後澳洲發動以後日本呼應印度呼應美國才加入 大家了解這一點這是蠻有趣的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從東海韓國日本 然後一直到臺灣一直到南海南海當然就菲律賓了 還有越南 然後接下來到印度洋印度整個的圍堵 這個圍堵已經變成一個國際的一個情勢 為什麼要圍堵 因為中國的戰狼個性 所以從這裡來講 羅醫師 哇 這樣看起來羅森博哥這次來 侯友宜躲不掉了 侯友宜以前可以說 這個美國的一些相關的高層人路來 他可以說我忙什麼 這次不能再 因為他已經提名了嘛 上次來說他還沒提名 還可以講說我還不是候選人 這次他不能講說他不是候選人了吧 我相信這一次羅森博哥來臺灣 侯友宜應該揣來蛋 因為他過去左抖右抖 他抖了什麼 抬到政治系學生說 來來來啊 我們來討論一下 他就不要去嘛 對不對 那後來在議會裡面問他一些最基本的原則 他說 你說 你說 這次羅森博哥來了 老師他要說什麼 他先講說我對你們預設立場 我覺得每個學生都很厲害都很聰明 但是老師要考你基本題 基本你講清楚才知道你的能力在哪裡 我們侯友宜市長是知憂生 他從學士直接跳博士 理論上這些能力應該是夠的 所以這一次如果羅森博哥的面試沒有講好的話 大概18%保不住會直接往下墜 掉到更恐怖的深淵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就要問說 那如果羅森博哥來面試要跟你討論事情的時候 請問 誰進到房間討論 我想第一個不會思考的就是說 單純侯友宜 大概沒辦法 誰跟得進去啊 第一個 朱立倫要不要進去 江啟臣要不要進去 那如果這兩個進去的話 那馬英九跟蘇琪呢 躲在沙發後面還是一起坐起來 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侯友宜找的文檔是誰 就是蘇琪嘛 對不對 那現在呢 美國人來了 到底要不要繼續你們所謂的疑美論 到底要不要把台灣邊緣化 到底要不要把台灣海峽把他內海化 這些都是非常要正面之球對決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幾天侯友一定睡不好 他覺得終究是躲不了 以前那個周星馳的電影 武壯元蘇琪有一段畫面 一直打一直打 打得很厲害 突然皇帝說 請問你能不能寫一下你自己的名字 皇帝給他一支筆 名字寫下來 他一開始想要寫 寫不出來 後來他說我沒有讀書 我不認真讀書 不會寫 最後什麼 奉旨起始 所以現在後來遇到同樣的問題 如果他沒有做好 大家都不能信任他 那我們再來要講是說 最近的事情是 為什麼這個時候 美國AIT的主席要來 不要忘記6月1號 台灣才跟美國剛簽了什麼 所謂的台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這個很重要 很多國民黨說沒多了關稅 然後沒有談到最重要的錢的問題 真的是搞屁股狀況 這個倡議引導是什麼 這是兩個國家為了未來的發展 長遠的發展 在做的努力 所以從貿易的便捷化 良好的法治的一個作業 服務業的國內規章等等 一直延續下去 後面還有七項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要講的是說 如果羅森博客來說 你也要當總統 你看法是什麼 他要講什麼 他說我的一法三公報 跟六保證我都不會了 我怎麼會知道這個東西 七項議題要怎麼談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 這次的會面 雖然美國說他沒有選邊站 沒有靠下那個候選人 但是要想一件事情 美國所做的反應 會影響我們國人 對這些候選的看法 如果他出了洋相 真的是扶不起的阿董 我們怎麼看待 我們還會支持他嗎 還有 國民黨現在要趁勢而起的是什麼 七月二十三還沒到 很多人就磨刀禍禍像豬羊 他在想說 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話要換人 這次美國來 如果連美國的會面都搞不定 很可能就要換人 所以我覺得是說 現在這個風雨欲來 所以現在應該屬於國民黨 在面對這次中大選 最大的一個考驗 你的候選人 能不能承受最重要的一擊 我覺得大家拭目以待 那我也要告訴大家說 因為其實我們跟AIT 有相當多的聯繫 我們每一個部會都會聯繫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AIT的官員 中文啊 好的不得了 很多都還曾經 當過駐中國大使館的外交官 每一個人中文都好得不得了 所以啊 像以前說 來訪的人因為中文不好 要透過通義 這個通義啊 雖然你講的只是講一點點 通義可以幫你論事 多加一點或少講一點 我可以告訴大家 羅森伯格來 還有蘇英小雅他們都在場 這些通義啊 只是因為官方的性質 所以你講英文 我講中文 透過通義 但是通義不要想論事 所以國民黨也不要想說利用通義來論事 不可能的事 所以這個就是真正的問題 所以蠻有趣的 大家拭目以待 等著看相關的這一些發展 不過在這裡 我們要讓大家來看 侯友宜 他的民調低到18% 18%太低了 所以呢 重做一次 好 我們來看看 調查單位 美麗島電子報 5月29 侯友宜 18% 然後呢 6月36 趕快啦 同樣的題目重做一遍 好 那這裡 22.6% 柯文哲 25.6% 他還是小三 還是小三 那 那奈慶德 維持在35.8%到35.5% 還是維持這麼多 一贏都是贏十幾% 這邊贏他10% 那最新的匯流民調 奈慶德也是35% 侯友宜25% 柯文哲24.9% 兩個人只差1% 所以侯友宜支持度有回升嗎 戴立安解析說 九天三分民調的結果 給藍寧兩個警訊 哪兩個警訊 大家看一下 侯友宜支持度18.3% 店底遭柯文哲超車 製作此份民調的 民調專家戴立安 四日透露 其實在五月下旬 共做了三份民調 做完美麗島民調後 吳子佳又委託他 做了一次 戴立安也示警 連在大本營新北市 侯友宜的支持度都萎縮不少 是很大的警訊 所以侯友宜的支持度會回升嗎 民調專家 曝他仍然內憂外患 可以加分的人設 都不見了 哇這個有意思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個 選戰 那他要怎麼打呢 要怎麼打呢 幕後侯友宜民調 豬洋辨識的國民黨 一頭霧水 更怕不知名的隱憂 業力會爆發 哇這個有意思啦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把矛頭對準民進黨主席 賴清德諷刺遇到事情就切得乾乾淨淨 根本是切割王 丘莉莉議長會選案 賴清德也是撇得一干二干 黨團副書記長吳怡丁列舉案例 包括被指涉及台南八八槍擊案的前中指揮郭再清 涉及會選的議長丘莉莉 與捲入IMB詐騙的立委陳歐破 賴清德通通切割 不過吳怡丁這番話 執政長立委可不買單 反批他才是詐騙犯 國民黨團已經輪為侯友宜的詐騙機房了嗎 吳怡丁的父親吳光遜與KY西津案的主席黃文烈 共謀涉案坑殺國民 吳怡丁開記者會之前應該要先道歉 侯友宜之前跟詐騙西津犯吳光遜同桌共進早餐 以徐小青的標準 侯友宜也應該要道歉 因為他也是詐騙的共犯 典名吳怡丁和侯友宜要為抗有KY西津案道歉 律元也不滿新北議員江一貞頻頻跑到立院開記者會 諷刺他根本住海邊 侯友宜到處趴趴走 新北市有非常多的市政 期待大家來監督來關注 可是我們看到江一貞議員不但沒有留在選區 沒有留在新北市來關心我們的市政 反而是落跑到立法院去開記者會 真的是管很寬住海邊 律元回避藍議員不認真監督市政 侯友宜又被去市民 難怪即使新北市的民調都直直落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聽說侯友宜要怎麼辦 就要來訓練班啊 我們以前說讀書讀不好 那就到補習班去啊 侯友宜身量調 不如耐清德不如柯文哲 國民黨極開加強的訓練班 還有訓練班耶 這個訓練班找的是誰呢 再給大家看 點名台北市議員徐曉鑫 國民黨立委王宏輝 立委參選人羅志強及前南台南市議員 謝榮介等等來當他補習班的老師 所以有人就講這請貴拿油堂 為什麼這些是真的戰將 還是只是戰狼呢 這個有意思 我先講了 從那個美麗島電子報 戴麗安民調這個部分來看 這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他是美其名說再做 其實就是重做 而且戴麗安當時在講的時候非常有趣 他說這個民調做出來是民調公司很著急 所以拜託他們就是再重做一份 為什麼很著急 對 民調 著急 OK 那怎麼會是民調公司著急 民調公司就把數據交出去啊 錢就賺到了 對嘛 所以一定是侯陣營那邊很著急 就是說你這個數據採樣有問題啦 什麼國民黨採樣的比較少啊 什麼就講了理由一大堆 好 你要說重做 我就重做 不好意思 重做之後呢 告訴你侯友宜還是老三 確實他有起來一點 跟柯文哲追的比較近 你老三就是老三啊 再重做一百次 你還是老三嘛 你還是老三